前立法會議員尖培中及兒子尖劍倫 以及為攝氏商人處理財產的黃培麗 今天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 廉署控告他們涉嫌在配售可換股票據 以增加上市公司股本時 隱瞞秘密買殼協議串謀詐騙聯交所 該上市公司及其董事會和股東 以及洗黑錢處理犯罪得益4,200萬元 尖培中父子倆被控兩項串謀詐騙罪名 違反普通法 黃培麗被控一項處理已知到或相信為代表可從公訴罪行的得益財產 違反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條 案件今日下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控方申請押後至明年2月底再訊 因為需時分析銀行紀錄 亦可能會有新疑犯及控罪 電方不反對押後 法庭批准3人以原有的條件保釋 其中尖培中父子各以200萬元現金保釋 條件包括不得離港 交出旅遊證件 每星期向警署報道等 本案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早前轉介致廉署的貪污投訴 廉署完成調查後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 並按有關法律意見落案起訴3名被告